做完之后,我们要把他们的时数通通加起来 加的方式,刚好有跟我讲,用什么方式来做最快呢? 其实可以插入函数里面,找一个也是数学的 数学与三角函数,里面的话,一样有个sum 我们找到sumif,这个前面还有用过 sumif它的用法,我们按确定之后,它会跟我们要几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你的range,前面好像讲过,这个range 这边有点,这个地方的说明有点错误 这个range指的是,跟下面有相关联的 这个range指的是,你要查的,这个人的名字 有没有在某个范围里面出现,如果有在那个范围出现的话 就把它的另外一个栏位给加起来 比如说,我们等一下要判断的是,这个range指的是什么? range2,里面的这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里面呢,再点一下中间,它就跳回来 因为现在在range2的,点一下中间这里 因为我基本以这个为准,所以点这里的话,它会跳回来 那这个中间是要criteria指的,就是说,你的要找的那个老师 所以是一个条件,就是这个王庆路 那这个王庆路老师,如果在这个范围有出现的话 那帮我加什么?再切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在切到range2里面 把延习时数加起来 延习时数加起来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范围指的是什么? 序子2里面的这个范围 对不对? 然后呢,当然如果这个条件有的话,就加什么? 加这个范围 所以基本上,判断在B栏 然后呢,加总在C栏 好,那这样的话呢,我就按一个确定 不过特别重要,游标再放回到中间 它又切回来,对不对? 在按确定之前,你们要注意一件事 因为等一下我要向下填满 那向下填满的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B2,它会变B3 可是这个范围能不能变呢? 这个范围应该都固定了嘛 所以特别注意要怎么样? 把它固定住 把它按F4好了 F4 然后这边也把它按F4 好,把这个范围固定住 对不对? 然后再游标移到这个范围 按打勾就可以了 按确定 确定 OK 这个时候的话 他会算出王庆路这个老师 有没有参加 那个第一次的 OK 那其他的话呢,你向下填满 可不可以做出来? 可以,有没有 理事远1.5个小时 乘4节3小时 你可以比对一下 有没有 3小时 这个都会自动怎么样? 如果有找到的话 那就帮我怎么样? 把它找到 OK 这第一个 然后呢 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 那可是问题来了 这个地方如果我今天希望 希望把这边的也加进来 那你这边加进来的话 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就把它加起来 所以后面再加一个加号 不过在做个加号之前的话 你先把这个范围先复制 为什么? 因为我做好一次之后 如果你有两个页面的话 那你就是一样的公式 只是把什么呢? 把序值2 改成什么? 序值3 然后B3到多少? 因为扣掉两个人嘛 所以是什么? B14嘛 对不对? 然后范围都一样 只是把这个地方 工作表名称改 然后呢 它的范围 由原来的 这个什么? 这个第三到第四 有没有? 本来到16嘛 你把它改 所以这边的话 把它Ctrl C 然后这边加一下 贴上 贴上如果因为长度不够的话 旁边有个箭头 你可以把它展开来 那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把这边改成3 把这边改成14 对不对? 14 那记得不要打错的话 应该一次就可以做完毕了 看起来很复杂 不过实际上 如果你懂得这一招的话 以后 你就可以一直加一直加 那当然 如果你有很多工作表 也许 研习不只一次嘛 不过这边是 范例是两次 那如果说你有十次 那你就怎样? 当然 也是可以啦 一直贴贴贴 全部都串接在一起 那这个地方可以把它打开来 只要